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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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企业湖口厂 是在民国102年建厂 那整个厂房的规划是依照绿建筑的设计 以及节能减肺的模式来建构 另外呢 也配合公司的政策推动 湖口厂也是统一企业 第一个率先导入ISO501能源管理系统 那由于制度的建立和内部准则的执行 我们有效的提升能源的效益 而且占用绿能科技达到最佳化 未来统一公司会持续精进 而且永续进行 为企业社会责任尽一份心力 烘焙厂整体的生产程序 以空压机为我们重大能耗设备之一 尤其是末端包装设备对空气压力 又特别的敏感 然后在一次会议上 我们发想出空气管线的一个 环战的设计的概念 除了让包装设备运转更加的稳定 跟胜创之外 空压机的一个供应的压力 也从原本的7.8公斤 降到了7.3公斤 明显地发挥我们节能的一个效果 节能表达 既往开来 道一发明 列修台湾 耶!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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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